画面中可以看到夜市汤味 以色彩缤纷可爱造型的糖果 吸引路过的民众尝鲜 高雄市卫生局到场检验 将一份份的样品装进袋子里 原来商家从中国引进最近爆红的蜡瓶糖 近期在市面上大量贩售 卫生局也到场鸡茶蜡瓶糖 以及其他进口糖果是否成分有超标 带您来看一段现场情形 原来有些蜡瓶糖被查到为非法输入 不只如此某些不合格的产品成分 对人体可能有健康疑虑 经由高雄市卫生局机查 目前总共查获有四家商家不合格 分别位于八卦夜市以及大社夜市 不只蜡瓶糖还抽烟果丁 软糖泡泡糖口香糖等进口糖果 不仅被检出不符规定的甜味剂 以及防腐剂 也在其他店家查获到了来路不明 未经核准的中国大陆食品 卫生局立即下令下降 以及销毁有问题的商品 并将依法处办 也将持续于夜市实体店面 以及网络卖家等茶和蜡瓶糖的食品